職業拳王應該坐擁金山銀山 但卻還得拚經濟 這是菲律賓拳王帕奎奧的現況 他和前世界冠軍布隆那 一起宣布了 要在明年一月交手 原本十二月 帕奎奧是要跟美國拳王梅威瑟 打一場世紀戰的續集 但是因為行程不搭而延後 如今帕奎奧他很快地又有比賽要打 有專家就分析 帕奎奧他把賺來的錢 都拿出來照顧菲律賓人 因此他只能不斷地上了一台獲利 來求生存 菲律賓拳王帕奎奧跟前世界冠軍 艾卓瑞安布隆那 將於明年一月十九號登上擂台交手 被認為是為雙方各自的財務問題 以及民生解套的一戰 今年二十九歲的布隆納生涯戰績三十三勝三敗一合 有二十四次將對手擊倒KO的紀錄 儘管在四個不同的量級中都拿過冠軍 但全級生涯不斷有訴訟問題 需靠初賽翻身 而身兼菲律賓參議員的帕奎奧十二月就滿四十歲 生涯戰績六十勝七百二合 有三十九次將對手KO記錄 只是他太過慷慨 把賺來的錢都拿去做慈善 不得不頻繁上擂台拼經濟 今年九月他才跟美國拳王梅威瑟 約定要打世紀戰續集 而且日子就定在年底 只是雙方都因為行程的關係 來不及安排 只能延後舉行 根據副比試的資料 二零一五年帕奎奧是全球史上收入第二高的運動員 由於還欠美國國稅局錢 帕奎奧無法在美國出賽 以及近年來購買他比賽的付費直播PPV下降 甚至在美國本土的亮野慘碟等問題 最近新簽約的經濟公司PBC 打算讓帕奎奧重新於美國登陸 並透過這場帕布賽先墊款 再由之後與梅威瑟的世紀戰續集 獲利報銷 記者黃韻玲報導